唉 這樣是不對的 各位 我今天講什麼議題 我今天要講關於郭董 郭董 郭台銘 出來選 要 出來選總統這個議題 你知道 講到這個我就很生氣 我為什麼生氣 你們各位知道嗎 郭董 你這樣對嗎 蛤 你這樣對嗎 你這樣出來選總統 你覺得 你這樣是對的嗎 你這樣對得起 那個挺你紅海的股民嗎 唉 郭董 你為什麼要出來 躺這個渾水 你不是自比是成吉思汗嗎 你有沒有替我們股民想一想 你到時候出來選總統 對不對 你公司你顧得到嗎 唉 你要想一想 2008年買你50塊的紅海 可以賺多少錢嗎 你仔細想 你幫股東創造多少報酬率 我再舉例 郭董的有一家子公司 叫什麼 叫賢漢 那時候多少錢 10塊錢 後來郭董病他之後 變多少 唉 郭董你這樣對嗎 你這樣一出來選總統 那你叫我們股民要吃什麼 唉 你要我們紅海到時候變成什麼 變成死海 唉 這樣是不對的吧 郭董 唉 我跟你講啦 台灣的市局那麼亂 有沒有 就算今天你郭台銘出來 你覺得你能挽回到什麼 什麼局面 我跟你講啦 這種 這種紛擾的局面 白 政黨派系 林立 對不對 民進黨 國民黨 圍剿你 你就包了 對不對 今天台灣錯千錯萬錯錯還是什麼 錯在沒有軍權 我跟你講 你治理這批華人啊 絕對不是觀眾嘴巴講 華人講說民主 什麼叫民主 唉 各位 我想說西方的民主是什麼 西方的民主就是 他們是從城邦發展出來的 有沒有 假設我是一個小城邦 這個城邦 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 我們全部 我們就是經由表決 對不對 那後來 是不是經由這種城邦政治 他們的民主 最後發展什麼 因為發現人太多了 不能一個一個 然後就發現有什麼 什麼 代議政治啊 就是比如 去選 選舉出來 由此這樣 往向外 後來發展出來的 幹 你就看那個華人啊 華人的民主叫什麼 華人的民主 他們不叫民主 那個叫假象 叫假象民主 所以 郭董 你出來挺這渾水 這不對吧 唉 我跟你講 你郭董 還是好好去經商 我跟你講 你經商 不等於政治 經商 不等於政治 真的 其實我們是 我是沒有資格在這邊 講這個啦 因為 講難聽點 郭董是何許人物啊 唉 媽的 洪海帝國 多恐怖 你看 洪海 大洋 建漢 還有什麼 融創 GIS 然後 blahblah的股 股票 哇 還有 還有那個什麼 樊宣 你看 郭董的帝國多龐大 而且 郭董為了生意 也不擇手段 這是我佩服他的 他真的讓我們股民喔 只要跟著郭董做 去買郭董的洪海 就有賺錢 所以拜託拜託 郭董不要出來選 要替我們 廣大的股民啊 想一想啊